嗨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上课 那我们程式设计的课程呢 现在进行到了这个C++ string file.io 还有header files 那这三个算是三个主题 都不是太大 那么呢 他们也刚好都是我们在教完C++的class 以及operator overloading以后 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啊 我们今天的课程 大家可以把它也想成是 某一种概念上的class的应用 因为我们有了C++的class以后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 很方便的做到 那包含着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一个主题 C++ strings 我们来处理字串 之前呢 我们曾经用过C语言来处理字串 那个时候我们也include了一个library 叫做C string 那现在呢 我们想要把它做得更精致一点 更模组化一点 我们想要用C++ string 好 另外呢 是我们要做file的input output 那一样 file input output 你也可以不用我们今天教的方式来写 在纯粹的C语言 或者是不误件导向的环境下 你也有办法做档案的输入输出 那不过呢 我们今天想要用C++的方式来做 来试着用比较模组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个部分呢 算是两个class的应用 那么除此之外 因为我们现在程式越写越大 越写越复杂 而且我们会写越来越多的class 而每一个class概念上来说 就像是一个这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 用更好的方式来manage这些class 所以我们会讲一下 所谓的self-defined header files 也就是自己写自己的library 给自己用的意思 好这大概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好吗 好吗